然後因為我們王子秋生液先生有規定我們 每一個隊員只要在隊長說要回覆訊息 一定要趕緊回覆 所以我覺得手機很重要 不然我們隊長會生氣 哈囉你們好 我是宇宙林思玉 這裡是L的What's in my bag 然後因為這一次呢 L的風格路跑 我就來帶你們看一下我的運動包包有什麼東西 會不會那個叫我做一個太足 好因為呢我的包包裡面就是會塞滿這麼多的東西 就真的都是我運動的時候會用到的 那我就先把這個很長條的東西先拿出來介紹一下 這個呢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在常常痠痛的都知道 一條根真的很好用 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運動的挫傷什麼 然後我覺得一條根真的是還蠻方便 再來是這條 這條我不知道就是有在看節目的大家應該都會蠻常看到的 就是全民心運動會那時候在我們所有人進紅隊的時候 他送我們的一條毛巾 但我覺得他很特別是就是 這是有我的刻上我們背號的號碼 就是我們運動員都很多條 可是只要你找到自己的背的號碼 你就不會亂插別人的毛巾 不然有時候我們紅隊的臭男生就會拿起來亂插 就是請看好號碼再插你們身上的汗 OK 好再來就是 這也是那個全民心送我們的紅隊的帽子 然後就是66號對 再來是天啊我這包 這個是我所有的運動護具都在裡面 那當然就是有這個 這是膝蓋的膝蓋的護具 然後這個是手腕的護具 那這個當然要特別講一下是我們紅隊的粉絲 做給我們的那個手腕的那個護具 然後就是66號這樣這是我的號碼 然後裡面其實真的都是充滿著紅色啦 然後這是我的就是在運動的時候很幸運的運動袖套 對所以我也會把它拿起來擺著 然後這也是護那個我的手腕的 OK 再來是我的水壺 然後我覺得水壺當然就是運動員一定要喝到的東西嘛 那我剛剛拿出來想說天啊我的水壺也太髒了吧 因為我真的前幾天就帶著這個水壺上那個龍舟的船 我們有時候滑龍舟就是會見一些那個 河裡面的水然後潑到可能我們的水壺啊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先不要擦 因為就是龍舟的碧潭的水 我們就是留著 再來是這雙鞋 喔這是那個全明星給我們的鞋帶 然後我真的不是要gay by 就是裡面是那個我的就是我的運動的那個 膠釘鞋就是釘鞋這樣 然後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的跑步 真的沒有大家來得這麼的快 那因為等一下真的要去練跑步 所以我就把我的釘鞋帶在身上 然後可以看到我的釘鞋會跟其他的隊友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的釘鞋真的很乾淨 因為只要遇到跑步的項目就一定不會拍到我 所以呢我的釘鞋永遠是比我的隊友還要來得乾淨許多 好 真的是這個其實我覺得蠻重要的耶 我是在事後運動完一定會做所有的身體上 不管是肌肉的放鬆或者是筋絡的放鬆 而且它你自己用完你還可以再幫隊友把筋絡鬆開 它真的很好用 好再最後就是我的手機啦 我的手機就是放在這邊 然後當然還是要好好的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紅隊的球巾 然後畫我們就是紅隊所有Refire的所有的臉 還有我們的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的Refire Logo 然後還有我們號碼 就有時候你滑了手機然後突然看見 因為我們好像就是還是為了這個賽事在一起團隊比賽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一直看這個手機殼還蠻有感的 對這是我的運動包包的開箱 那勢必一定要先手機 對 而且手機很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群組真的太多訊息 然後你要趕緊的回覆 就是你能不能去參加 然後你有沒有哪一天要比賽 然後因為我們王子邱盛益先生有規定我們 每一個隊員 只要在隊長說要回覆訊息 一定要趕緊回覆 所以我覺得手機很重要 不然我們隊長會生氣 再來第二個 喔水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重要 對水 然後第三個 這個鞋子真的先沒關係啦 這個我真的先不會用到 好我覺得 我覺得護具好了 護具真的蠻重要 尤其我們在運動賽是真的 蠻容易受傷的 然後 只要 我記得有一次我真的忘了戴護具 然後我的 膝蓋跟手肘就是躲了兩個黑青 尤其是你知道有一點歲數了 就是還是不要有一些運動傷害 不然有時候到冬天 你那個傷 舊傷會特別起來疼痛 好那我應該會戴這三樣 好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者是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並且呢一定要追蹤我們L的頻道 還有趕緊報名L的風格路跑 好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有任何運動的相關的 欸我等一下在場了 我再讓一次